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成就的人 很简单 不能成就的人 对四十真相不了解 对此地还有知足 未能放下 彻底放下 没丝毫留你 没有一个不成功的 你放不下就难了 人生最难放下的年庄四季 一个是 一个是 命放不下 一个是亲情放不下 这年庄四季啊 命放不下 都不想死 听说念佛往生西方 这是死啊 他留念这个生命 留念这个世界 殊不知 他完全错了 学佛的人 真正学到什么东西 第一个 学到啊 就是真正肯定自己 永远不死 哪里会有死呢 人是永远不死的 死什么 身体 身体老了 不好使用了 换一个吧 那不是死亡啊 那不是死亡啊 这个身体不要了 换一个 好想你们开车 这个车年年太久了 开了二三十年了 几乎已经走不动了 故障很多 缓了 不要淘汰 我再去找一个车 找个新车 车丢掉了 我呢 驾车的人生活 却丢掉我换个新车 这么回事 身体不要了 换个身体 依旧活在这个世界 这换什么样的身体呢 那就是此地讲的了 你发现 出其大志 照去所欺 你发现 我发现 要在这个世间 做个富贵人 能不能做到难 大富长者 要修财博士 财博士得财富 喜欢帮助别人 越诗越多 越多越诗 十一辈子来生是大富大贵 喜欢帮助别人 别人有苦难 帮助他化解 让众生都能过得好日子 这是大贵 世纪 富贵人 过去身中修这个因得到点 二 我们要拼命修因 全心全力去做 功德就是圆满的 如果发财为自己 过去身中发财为众生 所以得大富大贵 这一身都能得到了 迷了 看到财富 就起了贪念了 舍不得了 那么这一身死掉之后 来生什么都没有了 你父想尽了 一生当中想尽了 就没有了 这也很多 这也是个循环 穷人喜欢不是 来生做富人 富人不喜欢不是 来生变成穷人 都在轮回 都在搞这个把鞋 一定要看清楚